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星期六成间大会 转播至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 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领袖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转播是公众服务节目 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 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礼亨利爱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9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成间大会 我们也诚振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 参与本场大会 在家中收看本次大会的罗素纳尔逊会长 他只派我来主持 我们欢迎即将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 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 管风琴思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布莱恩·马提亚 我们很高兴这次大会由美国境外的人员加入唱诗班 他们居住在阿根廷 波利维亚 智利 刚果民主共和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德国 巴拉圭 秘鲁 西班牙 南韩 以及瑞典 我们欢迎你们 也感谢你们的参与 唱诗班 刚刚献唱 《荣归真神》 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前进圣徒》 之后 由70元 齐莫·艾斯普林长老 做开会祈祷 中文字幕《前进圣徒》 中文字幕《前进圣徒》 長文字幕《 opposed pricing to speak in your foot》 simples 功于不大家进圣徒 with love of God and love of all mankind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Yes, our feasting on the word of Christ Receive his name rejoicing in his might Come unto God, thy everlasting light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Yes, our glory in the ways of Christ Is love brought and fruit Is the water strong The sin of God In our eternal life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今天真是美好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聚集在美丽的会议中心以及世界各地 我们感谢父亲的福音 父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以及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我们感谢我们活着的先知 罗斯·罗斯纳尔逊会长 现在让我们能够聆听并且了解大会的信息 我们能够获得 我们能够欢欣 能够有灵性的感觉 以及灵感 能够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付出行动 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也祈求 那些谦卑寻求 他们 人生确定的感觉 能够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我们非常感激 能够成为这个后期施工的一份子 能够聚集以色列民 在曼子的两边 以及大地的各端 我们祈求 祢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持续往前 怀着对主的信心 奉祷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现在我很荣幸提出 总会持有权力人员 区域70元 和总会职员的名单 请各位支持表决 不论各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请各位以平常的方式表达支持 如果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 请与你的智联会会长联络 自提议 我们支持 罗素 罗素马里安 纳尔逊 为先知先见 歧视者 及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 达林 乌克斯 为十二使徒定额组 会长 杰弗瑞克伦 为十二使徒定额组 代理会长 凡赞成者 凡赞成者 请表示 反对者 请表示 自提议 我们支持下列 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 杰弗瑞克伦 杰弗瑞赫伦 杰弗瑞赫伦 迪特乌西多 大卫贝纳 坤丁科克 凡赞成员 陶德 克里斯多 尼尔 安德森 罗纳德 罗斯本 盖瑞 史蒂文森 戴尔 瑞隆 江文汉 尤里希斯 苏瑞 以及 派翠克 凯荣 凡赞成者 请表示 如有反对者 请表示 自提议 我们支持 总会会长团的自理 及十二使徒定额组 为先知 先见 启示者 赞成者 请表示 如有反对者 延起 同样表示 我们要提到 有六位 新任区域七十元 在十月三日 星期四的 总会大会 领导人会议中 已获得支持 随后宣布于 教会网站上 我们要请各位 支持这些弟兄 担任他们 新的指派工作 凡赞成者 请表示 反对者 请同样表示 自提议 我们支持 其他现任总会 持有权柄人员 区域七十元 及总会职员 凡赞成者 请举手 表示 如有反对者 请表示 弟兄姐妹们 感谢你们持续 不断的信心 和为教会领袖 所做的祈祷 唱诗班 现在要献唱 我要遵从 神的计划 献唱之后 我们很高兴 能听到十二使徒 定额组 尼尔安德森 长老演讲 接着是 总会女青年会长 艾密利贝拉佛雷门 会长演讲 接着 七十元 卡尔赫斯特长老 要为我们演讲 看着 七十元 啊 你 地来 Min 找到 desta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f you're always wrong in this way, then I will be happy on earth and in my home above. I will follow God's plan for me, holding fast to his word and his love. I will work and I will pray, I will always walk in this way, then I will be happy on earth and in my home above.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of the總会大会, the eyes of the earth are always watching us. We will hear the voice of the Lord through His disciples to us. We will feel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peace of the Lord. Our faith will be增加. Three年前, 羅索納爾遜會長以這段話揭開總會大會的序幕。 回答你心中疑問的純正啟示, 將會在你這次大會收穫良多, 永難忘懷。 如果你尚未尋求聖靈的施助, 來幫助你聆聽主, 希望你在這兩天聽到什麼, 我邀請你現在就這麼做。 請讓這次大會成為寶享主信息的時刻。 主會透過他的仆人傳達信息。 經文將信心、希望和仁愛這三個詞, 強而有力的連結在一起。 希望是神所賜予的無價恩賜。 希望一詞, 用於表達我們想要讓事情發生, 例如,我希望不會下雨, 或我希望我們這對會贏。 我想說的希望, 是那種我們對耶穌基督和復興福音的神聖且永恆的希望, 以及我們對正義的應許祝福、 確切的期待。 對永生的希望來自基督的恩典和我們個人的選擇。 這希望讓我們獲得一項非凡的祝福, 也就是回到天上的家和天父和他的愛子, 及我們的中性家人珍貴的智友, 還有曾在地上,地球上每塊土地每個世紀生活過的一人, 永遠平安快樂地住在一起。 我們在世上受考驗,受驗證時會經歷喜樂和悲傷。 透過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我們戰勝我們的罪和世界的苦難、誘惑、 不公平的對待和挑戰,獲得最終的勝利。 只要我們鞏固對基督的信心, 我們的眼光會超越眼前的困難, 看見永恆的祝福和應許。 希望就像一束越來越明亮的光能照亮黑暗的世界, 讓我們看見光明的未來。 從太初開始,我們的天父和他的愛子就渴望賜給一人 希望此一珍貴的恩賜。 主的靈的力量也會照亮今日中性的人, 向他們產明永生的真實性。 救主賜給我們保惠師聖靈, 伴隨我們的信心和希望, 帶來不像世人所賜的平安。 救主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保持光明的希望, 我已經勝了世界。 在遭遇苦難的時刻, 我們選擇懷著信心信賴主。 我們在祈禱時靜靜地說,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我們感受到主讚許我們溫順服從, 我們等待主在他選定的時刻, 送來應許的平安。 使徒保羅教導, 使人有盼望的神, 將希望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大有盼望。 在指望中要有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這是藉著聖靈的能力。 千知摩乃從親身經意中得知, 處於苦難中, 依然能在基督裡有希望。 他如此敘述他艱困的處境。 我獨自一人, 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我不讓人發現我, 免得他殺害我。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黑暗孤寂的時刻, 摩乃把他父親關於希望的話記錄下來。 人若有信心, 就必定有希望。 因為沒有信心, 就不會有任何希望。 你們應當希望什麼呢? 你們應當希望靠著基督的贖罪, 和他復活的大能復活而得到永生。 我的弟兄姐妹們, 希望是一項生命的恩賜。 我們對基督的信心增加時, 希望也會隨之成長。 信是所望之士的確據。 我們透過祈禱, 聖殿聖約,遵守誡命。 持續保享經文和現代先知的話, 領受聖餐, 每周和聖徒一同崇拜神, 又一個個確具搭建出信心。 主為了這日益邪惡的時代鞏固我們的信心, 鞏固我們的希望, 只是祂的先知蓋一座座的聖殿布滿在地面之上。 進入主的巫語, 我們感受到神的靈確認我們的希望。 聖殿見證坟墓是空的, 所有的人到曼子另外一邊都會持續活著。 聖殿教義有力地向沒有永恆伴侶的人證實, 每一個正義的人將會獲得每一項以應許的祝福。 當一對年輕男女面對面, 會在祭壇前接受印證, 不只今生做夫妻, 而是會永遠在一起, 他們之間便存在崇高的希望。 神對我們的後衣的應許, 帶給我們無限的希望, 不論他們的現況為何, 只要我們相信並固守主巫語中與神定立的聖言, 沒有任何痛苦、疾病、不公、苦難或任何事能讓我們希望暗淡。 聖殿是光的巫語,是希望的巫語。 當我們看到那些沒有在基督裡有希望的人, 他們的悲傷和絕望時, 我們會難過地為他們流下眼淚。 最近,我遠距離觀察到一對夫妻, 他們曾對基督有信心, 但後來決定拋棄他們的信仰。 他們是社會上成功的人士, 陶醉於自己的聰明才智, 也拒絕了信仰。 一切看起來都很好, 直到那位丈夫突然生了重病, 因年早逝, 就像日時遮蔽了太陽光。 他們遮擋了神子的光, 結果就是希望暗淡。 那位妻子在不幸的狀況中迷失方向, 既痛苦又手足無措, 無力安慰她的孩子。 她的聰明才智, 讓她自以為生活井然有序, 直到突然間她看不到明天, 她的絕望帶來了黑暗和困惑。 讓我把她的痛苦絕望和另一個家庭對照。 那家庭在心碎時刻保有基督裡的希望。 21年前, 我的侄子班安德森和他的妻子羅比, 剛出生的兒子, 在緊急情況下被飛機從愛德華州的農村送往沿湖城。 我到達醫院時, 班向我說明他兒子的心臟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危急生命。 我們把手放在特雷小小的頭上, 主祝福了他, 讓他活下來。 特雷出生第一周就動了心臟手術, 之後又接受了更多的手術。 一年一年過去了, 心臟移植對特雷來說越來越顯得必要。 雖然他的身體活動受到限制, 但他的信心不斷增長。 他寫道,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可憐, 因為我一直都知道對耶穌基督有信心, 而對救恩計劃有見證是很重要的。 特雷在手機上放了羅素納爾遜會長的這段話, 我們感受到了喜樂並不在於生活的環境, 而在於我們生活的重心。 特雷寫道, 我一直很期待能夠當全部時間傳教士, 但我的醫生說, 要等我做了移植手術至少一年之後, 我才可以去傳教。 我已把信心寄託在耶穌基督身上。 特雷被楊白漢大學會計系錄取, 今年九月入學。 他非常興奮, 但他更興奮的是, 他接到一通期待已久的電話, 通知他到醫院接受心臟移植手術。 特雷說, 一年後, 我就可以去傳教了。 他進手術室的時候, 大家都充滿了期待。 但是, 手術中出現了嚴重的併發症, 特雷再也無法醒過來。 他的母親羅比說, 星期五是最令我們心碎的一天。 我們試著去了解手術中發生的事。 我盡力接受現實, 整理情緒, 直到深夜才睡。 但是星期六, 我醒來的時候, 心情卻完全是喜樂的。 那種感覺不只是平安, 也不是逃避現實。 我確實為我兒子感到喜樂。 我很快樂能夠當他的母親。 搬起床的時間比我早很多。 等我們有機會談話的時候, 我才知道搬醒來的時候, 也和我有完全相同的感覺。 班解釋說, 神透過他的聖靈教導我的時候, 我的靈魂感到清澈成名。 我凌晨四點醒來, 心中充滿無法言喻的平安和喜樂。 這怎麼可能呢? 特雷過世多令人心痛, 我多麼想念他。 但主安慰了我, 沒有撇下我們不顾。 我期盼那快樂的重聚時刻。 特雷在日記中寫下, 納爾遜會長在總會大會說的這段話。 當孩子罹患不治之症, 失業或配偶變心時, 似乎不可能感到喜樂了。 但是正是救主所提供的喜樂, 祂喜樂是很久的。 祂向我們保證, 我們的苦難不過是片刻, 而祂必勝化這苦難使我們獲益。 弟兄姐妹們, 你們所尋求的平安可能不會如你們預期很快來到。 但我應許你, 只要你信賴主, 祂的平安一定會臨到你。 願我們都能滋養我們珍貴的信心, 懷著完全光明的希望努力前進。 我見證,我們的希望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祂是希望之神, 終能勝利。 祂活著, 而且祂愛你。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最近, 我的丈夫葛利被診斷出需要接受一次大型手術, 並且要經歷數月的化療。 像你們許多面對過類似情況的人一樣, 我們立刻開始祈求天上的幫助和神的力量。 隔離做完手術後的那個星期天, 聖餐送進了我們的病房。 在這個場合裡, 只有我一個人領受聖餐。 一塊麵包, 一杯水。 在教會的時候, 我的思緒會專注在聖餐傳遞的形式, 聖餐的準備、祝福和傳遞。 但是在那個下午, 我思量藉由這神聖教義而來的神性能力這項恩賜, 以及我藉著領受那塊麵包和那杯水, 而立下的聖約的承諾。 這是我需要天上力量的時刻。 在巨大的悲痛、疲憊和不安中, 我思考這項恩賜, 能讓我汲取我如此迫切需要的來自神的能力。 領受聖餐會增強我與主的靈的同伴關係, 使我能獲得神性能力的恩賜, 包括天使的施助, 和救主那使人加添能力去克服考驗的恩賜。 我想我以前從未清楚地意識到, 不僅執行教義的人很重要, 教義和我們的聖約承諾所開啟的事物也值得我們關注。 甚至教義和聖約承諾讓神能夠盛化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中行奇蹟。 但這是如何發生的? 首先,為了使教義在我們的生活中顯示出神性的能力, 就必須以神子的權柄來執行教義。 執行的體系很重要。 天父將權要和權柄托付給耶穌基督, 來督導他的聖職教義如何執行。 在耶穌基督的指引下,按照他聖職的體制, 神的兒子們接受案例成為神子的代理人。 其次,我們不只是定立聖約的承諾, 我們必須遵守這些承諾。 我們在許多福音教義中與神定立神聖聖約, 而他應許當我們遵守這些聖約時, 他會祝福我們。 我們是否明白, 正是聖職教義與遵守聖約承諾的結合, 讓我們能夠汲取神的能力。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 作為神的聖約女兒, 我是否完全理解如何透過聖職教義獲取神性能力的恩賜, 以及我是否真的辨認出神的能力如何透過我產生功效。 在2019年,羅蘇納爾遜會長向教會的姐妹發出一項邀請, 教導我們如何在生活中汲取救主的能力。 先知邀請我們研讀教義和深約第25篇。 這是艾瑪斯密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茂奈接受到的啟示。 接受這項邀請改變了我的生活。 上個月,我意外地有個機會走訪了哈茂奈。 就在那裡的風樹下, 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獲次復興的聖職。 在那些樹的不遠處,就是約瑟和艾瑪家的前門。 在屋子裡,壁爐的對面有一扇窗。 我站在那扇窗前,猜想著艾瑪, 艾瑪看向窗外的樹林時,可能在心裡想著哪些事。 1830年7月,當時艾瑪26歲,她是那麼的年輕。 那時,她結婚三年半,失去了投身的男嬰。 沿著她家門外的小巷走下去,就是孩子那小小的坟墓。 我站在那扇窗前,不難想像她或許有哪些心事。 她肯定擔心她們的財務狀況, 也擔心日益加劇的迫害會危及她們的安全, 同時還擔憂著她們的未來。 然而,她的周圍處處可見神的事工正在推進。 她是否也思考過自己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 在神國度中的使命, 以及在神的眼中她有怎樣的潛力? 我認為她應該想過。 就在道路的另一邊,神的聖職權柄和權要已經復興到地面上。 這是愛馬確實需要天上力量的時刻。 在巨大的悲痛、疲憊和不安中, 我想像愛馬正思考神的聖職這項恩賜, 能開啟她迫切需要的來自神的力量。 但愛馬不只是站在窗前想著。 當先知約瑟接受關於權要、職位、教儀, 以及如何協助聖職服務的教導時, 主親自透過他的先知賜給愛馬一項啟示。 這項啟示不是賜給納夫的慈祝會會長愛馬, 而是賜給在哈茂奈二十六歲的愛馬。 透過啟示,愛馬會了解到聖化過程和聖約的內在連結, 會增強那些聖職教儀在她生活中發揮作用的能力。 首先,主提醒愛馬她在神計畫中的角色, 包括她是誰和她屬於誰。 她是神國度中的女兒。 她受邀行走在美德之道上。 只要愛馬堅守她的聖約,這條道路包含的教儀, 能開啟神性的能力。 其次,在她深深哀傷的時候,主賜給她人生的使命。 愛馬不僅僅是坐在前排見證福音復興的觀眾, 她是正在進行的事工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她將蒙按手選派去講解經文,勸勉教會成員。 她的時間要用來抄寫和多多學習。 愛馬被賦予神聖的角色,來幫助聖徒們準備好崇拜神。 他們向主的歌唱將被視為對主的祈禱, 並有祝福加在他們頭上作為答覆。 最後,主蓋述了一個內在的聖化過程, 讓愛馬為超生做好準備。 除非你這麼做,主向她解釋, 否則我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到。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教約》第25篇, 我們會發現一個正在發生的重大進展。 愛馬將從神國度中的女兒變成蒙簡選的女子, 進而成為王后。 亞倫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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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神性的能力 主将揭开帽子 使他能够从主那里 获得更多理解 这就是神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运作的情形 罗苏纳尔逊会长教导 在哈茂奈这个地方 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对你的生活 有深远的影响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 从圣职的复兴 以及主给爱玛的劝告中 得到指引和祝福 若要在生活中获得神的能力 就必须按照主给爱玛 和我们每个人的指示去做 在哈茂奈那扇窗子的两边 都发生了重要的事 包括主所召唤 那位蒙拣选的女子 所得到的启示 一项将增强鼓励 和指示神的女儿爱玛斯密的启示 当我们的孙女伊莎贝尔 接受命名祝福的时候 她的父亲祝福她 会了解圣职 她将持续在圣职 为她生活带来的祝福中成长 也会了解这些祝福 而且随着她的理解力不断增加 她对圣职的信心 也将持续增强 一个小女孩蒙祝福 去了解圣职 学习那些圣职教仪 和圣约承诺 将如何帮助她 获取神的能力 这不是件常见的事 但我记起爱玛 于是心想 有何不可 这个小女儿有潜力 成为神国度中 蒙拣选的女子 并且最终成为王后 透过神的圣职教仪 和她遵守圣约的承诺 神的能力将在她身上 并透过她来做工 帮助她克服生活中 迎面而来的一切 成为神知道 她能成为的妇女 我希望神国度中的 每一个女孩 都能了解这一点 要不负 赋予你们的此相殊荣 了解圣职教仪 和圣约承诺 会如何让神的能力 流入你的生活 发挥更大的功效 在你身上 和透过你来做工 赋予你力量 和必要的装备 来实现你的全部使命 和发挥你的潜力 仔细研读 和诚思亚伦 和麦基什的圣职的教仪 我们在每个教仪中 所定立的圣约承诺 以及我们透过这些教仪 所获得的神性能力 要记住 不仅执行教仪的人很重要 教仪和你的圣约承诺 所开启的事物 也值得你的关注 领受面包和水 能每周提醒你 祂的能力在你身上做工 帮助你克服考验 穿着神圣圣职的家门 能每天提醒你 祂的能力的恩赐 在你身上做工 帮助你成为该成为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 都获赐神的能力 这项恩赐 就在我们每次领受圣餐时 就在我们每次走进圣殿大门时 这是我安息日中最美好的时段 这是我珍视我的圣殿推荐书的原因 在圣职的各项教仪中 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 我为这项恩赐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我开始之前 我得告诉你们 我有两个孩子 曾经在讲台上演讲时昏倒了 我从没有感过 比现在更能感谢 感觉体会他们的感受了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 我们家有六个孩子 他们有时候会彼此开玩笑 说自己才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 每个孩子觉得自己 最受疼爱的理由都不同 我们给每个子女的爱 都是纯正 充实 而且完整的 我们无法爱一个孩子 胜过另一个孩子 因为每个孩子的出生 随着他们的出生 我们的爱以最美的方式扩增 我对自己孩子的爱 最能帮助我体会 天父对我的爱 当我每个孩子 讲述自己 最受疼爱的理由时 可能会让人以为 我们家每个卧房 永远都干净整洁 当专注于爱的时候 对亲子关系 存在瑕疵的感觉 就会降低 在某些时刻 或许因为看见家人 快出现无可避免的纷争时 我就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好的 你们让我很头痛 不过我不会说出来 你们知道 我最喜欢你们哪一个 我的目标是 六个孩子的每一个 都是赢家 而且能避免全面开战 至少能拖到下一次 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中 描述自己是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听起来好像是 只有他是独一无二死的 我喜欢解读成 那是因为约翰觉得 耶稣完全地爱他 尼腓让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因为他写道 我以我的耶稣为荣 当然 救主不但是尼腓的救主 也不只是约翰的救主 然而 尼腓与他的耶稣之间 有一层个人关系 使得他有这样的温情描述 我们在某些时刻 能感受到有人亲自 完全地注意和关爱自己 这不是很棒吗 尼腓称呼他为他的耶稣 我们也可以 救主的爱是最崇高 最尊贵 最坚定的爱 他会一直给予 直到我们充满他的爱 神圣的爱绝不会枯竭 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受众爱的 如同文士图里的圆圈一样 我们都在神的爱中彼此重叠 无论我们哪里看起来很不一样 都能在他的爱中团结和睦 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周围的人 有人会为此感到惊讶吗 当我看到人们对彼此展现基督般的爱 就让我觉得那种爱包含的不只是他们的爱 其中还有神性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完全充分的爱人时 天上的力量也会参与进来 因此如果我们所关心的人 似乎难以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可以遵循这个模式 做一些与神更接近的事 然后做一些与这些人更接近的事 无声的呼唤他们归向基督 但愿我能和你们坐下来 询问你们在哪些地方 在哪些情况下会感受到神的爱 是哪几节经文 或是哪些服务善举 你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音乐 你和谁在一起 总会大会上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让我们学习与天上的爱连结 或许你觉得自己的爱 与神的爱相隔遥远 或许沮丧和黑暗的声音联合起来 左右着你的思想 或许有些信息告诉你 你遍体灵伤 困惑 软弱 无足轻重 特立独行 或迷失 因此无法以任何实际的方式 得到天上的爱 如果你听到那些想法 那么请听听这句话 那些声音是错的 任何使我们得不到天上的爱 得心灵创伤 我们都可以很有自信的忽略 每当我们唱起一首圣诗 提醒我们心爱完美无暇的救主 选择为世人受伤残 每当我们领受剥开的面包 耶稣确实除去了心灵创伤 带来的所有羞愧 他经历了创伤 然后成为完全 尽管我们有创伤 他也能使我们完全 他曾感到破碎 孤独 挣扎 受伤 我们可能也有同感 但这些阻隔不了 我们获得神的爱 就像一首歌词所写的 浑身是伤的人 完美的爱 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某个秘密 使你觉得神不会爱你 无论你对自己的了解 多么正确 但你若认为 你已超出神会爱你的范围 那么你就错了 我们无法想象自己 会对其他任何人 这么残忍 没有耐心 但有时却会如此对待自己 亲生有许多事 等着我们去做 但绝对不包括自我厌恶 和因羞愧而自我谴责 包括我们觉得 自己有多么可证 他的臂膀都不会缩回 绝对不会 他的臂膀永远够长 足以触及我们伸出的手 并拥抱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感受不到 神的爱的温暖时 他的爱并未远离 神亲自说过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他的慈爱 必不离开我们 因此 要理清一点 神已不再爱人的 这种观念 应当是最不可能的解释 直到大山被挪开 小山被搬移之后 我们也不会遇到 那样的状况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象征 将山比喻成 神的爱千真万确的证据 这样有力的象征 常常出现在 进入山中 获得启示之人的记录里 而以赛亚描述说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 超乎诸山 主的殿 是我们立下 宝贵圣约的地方 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 以及沉浸在 天父爱我们 这项明镇的场所 我也很喜欢 当我更谨守 我的洗礼圣约 找出因失去亲友 而哀伤 或因失望 而悲痛的人 然后试着帮助他们 稳定和处理 自己的情绪时 在那当下 临到我灵魂的安慰 这些是我们可以 更沉浸在 宝贵的圣约至爱 哈赛德中的方法吗 如果神的爱 不会离开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 无法一直感受到呢 不要期待太高 因为我不知道 但实际被爱 和感到被爱 绝对不同 而我有一些想法 在你寻求 这个问题的答案时 或许对你有帮助 或许你正在 努力面对悲伤 忧郁 背叛 孤独 失望 或其他情况 严重侵袭 你感受到 神对你的爱的能力 如果是这样 这些事情会顿化 或暂缓 我们平常的感知能力 至少有一段时间 你可能无法感受到 他的爱 而必须由知识 来满足需求 但不知道你是否能 有耐心的 针对神的爱的表达 和接受的各种 不同方式 进行实验呢 你能否从现在的处境 退后一步 或许再退后一步 再多退一步 直到你看见 更宽广的景观 越来越宽广 必要是继续下去 直到你确实 保持高龙的心态 因为你望着烦心 想起无数的世界 并进而想起 创造他们的主 鸟鸣 皮肤上感受到的阳光 微风或雨滴 以及我的感官 因大自然 而令我感叹 神的那些时刻 都在在将我 与天上连结起来 或许忠实的朋友 带来的安慰 会有帮助 或许是音乐 或许是服务 对于清楚知道 自己与神连结的 那些时刻 你是否已留下记录 或写在日记里 或许你可以 邀请你所信赖的人 分享他们 透过哪些来源 与神连结 帮助你找到 宽慰和理解 不知道耶稣 是否会选择一个地方 让你与他见面 一个能让你 专注在他身上的 隐秘之处 他或许会选择 你个人受苦的 独特地方 你有深切的需要 而其他人 无法到达之地 一处你感到孤独 觉得自己 必定是只身一人 实际上 却有人伴着你的地方 一处或许 只有他能前往 而当你抵达时 他已经在那里 准备见你的地方 如果你正等待他来临 或许 他已经在那里 伸手可及 如果你在人生的 这个阶段 感觉充满爱 请你像 用筛子沉水一样 不要试图紧握着爱 不放 所到之处 都要分享爱 神运作这项 神圣计划的 奇事之一 就是当我们尝试 分享耶稣的爱 就会发现 自己也充满他的爱 如同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的 这项原则 充满神的爱 让我们能够 抵挡人生的风暴 也能够让快乐的时刻 更快乐 有日光照耀天空的 喜乐日子 若有日光照在我们心怀 混使这些日子 更加明亮 让我们在我们的耶稣 和他的爱中 有根有基 让我们寻找和珍惜 在生活中感受到 他的爱和大能的经验 福音的喜乐 不是只给快乐的人 不是只给沮丧的人 而是给每一个人 喜乐是我们的目的 而不是环境 所给予的礼物 我们有一切理由来快乐 并充满对神 和对所有人的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会众将按照指示和唱诗班 一起唱稳当根基 接着我们将聆听 十二使徒定儿组 戴尔瑞隆长老演讲 接着 由七十元 洪德伟长老 和格里高利奥 卡西利亚斯长老演讲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一百九四周年 下半年总会大会 星期六成间大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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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几个世纪中 黑火药曾是威力最大最强大的炸药 黑火药能激发火炮的炮弹 但无法用于大多数的采矿和铺路工程 威力也不足以粉碎岩石 1846年 意大利化学家 阿斯卡尼奥索布雷洛 合成了消化肝油这种新炸药 这种油性液体比K火药的威力至少大1000倍 威力足以轻易粉碎岩石 不幸的是消化肝油很不稳定 如果从高一点的地方掉下去 就会爆炸 遇到高温会爆炸 遇到低温也会爆炸 即使静置在阴凉的房间里 最终人会爆炸 大多数的国家都禁止运送消化肝油 许多国家则禁止制造 1860年 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开始尝试让消化肝油变得稳定 经过七年的实验 他达成了目标 他将消化肝油 注入一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物质 称为细枣土或细枣石 细枣石是一种多孔的石头 可磨成细粉 与消化肝油混合时 细枣土会吸收消化肝油 之后形成的高状物 可被塑形成元素体 在这种状态下 消化肝油就稳定多了 而且能安全地储存 运送 使用时威力也不会减弱 诺贝尔将消化肝油和细枣土的混合物 命名为细枣土炸药 细枣土炸药改变了世界 也让诺贝尔致富 阿斯卡尼奥·索布雷洛发现 若没有了稳定剂 消化肝油则过于危险 影响了商用价值 而西藻土 这个稳定剂成 稳定剂的本身也不值钱 但这两种成分结合之后 使得细枣土炸药变得不同反响 而且有价值 与此相似的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结合之后 为我们提供了有利 而且不同反响的益处 福音是完美的 但需要受神委派的教会 来宣讲福音 保持其纯正 并用救主的能力和权柄 来执行神圣教义 想想在摩尔门经中 限制阿尔玛建立的教会 和救主的福音 相结合的情况 当时的教会负有责任 除了宣讲悔改 和对那将救赎他人民的主的信心外 不要宣讲别的事 当时的教会也有责任 运用神的权柄 奉主的名执行洗礼教义 证明与他立约 来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 受洗的人 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加入他的教会 并蒙应许 透过圣灵的倾注 而获得极大的能力 人们成群的聚集到摩尔门水流 聆听阿尔玛教导福音 他们可能会向往这水流 或是四周的森林 但无论过去或现在 主的教会都不是指一个地点 或一栋建筑物 教会就只是一些平凡的人 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 聚集在一起 依照神指定的架构组织起来 协助主完成祂的目的 教会也是一项工具 让我们借以学习天赋的计划中 耶稣基督的核心角色 教会提供了神所授权的方式 让个人参与教仪 与神立下永恒的圣约 遵守这些圣约会使我们更接近神 让我们能获得祂的能力 并使我们转变成 祂希望我们成为的人 正如细枣土炸药 缺少消化甘油 就会频繁无奇 救主的教会 唯有建立在祂的福音上 才与众不同 若没有救主的福音 和执行教育的权柄 教会也没有独特之处 若少了细枣土的稳定功效 消化甘油 就只是价值有限的一种炸药而已 历史一再显明 若没有主的教会 人类对祂福音的理解力 也同样会变得不稳定 容易随时间而改变教义 并且亦受不同宗教 文化和哲理所影响 在这最后的福音期之前的 每个福音期 都出现过这些影响力 合并发生的现象 虽然福音刚出现时 是很纯正的 但渐渐地 福音的诠释和应用 却徒有前进的外表 而缺乏神的能力 因为祂所授权的架构 已不存在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让人能获得神的能力 因为这教会蒙祂授权 来教导基督的教义 并提供福音的拯救 与救恩的教义 救主渴望宽恕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获得祂的能力 并且改变我们 祂为我们的罪受苦 渴望宽恕我们 使我们免于受到原本应得的惩罚 祂希望我们成圣 在祂里面成为完全 耶稣基督有能力 做到这件事 祂不单只是 怜悯我们的不完美 也不止因为罪 带给我们的永恒责罚而哀期 不 祂更进一步 做得比这更无尽的深远 祂复兴了祂的教会 让我们能获得祂的能力 教会所教导的福音核心 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祂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祂身上 祂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打断死亡枷锁 升天 坐在神右边 向父要求慈悲的权利 救主做了这一切 因为祂爱祂的父 祂也爱我们 祂偿付了那个无限的代价 让祂能要求得到 所有对祂有信心的人 并为他们 也就是我们 辩护 耶稣基督想要的 就只是我们愿意悔改 归向祂 祂才能使我们得以称义和圣化 祂在这个渴望上 始终坚持不懈 坚定不移 要获得神圣约的力量和祂圣约的爱 就要透过祂的教会 救主的福音和祂的教会结合 会改变人生 祂也改变了我外祖父母 我的外祖父 奥斯卡 安德松 在斯格格尔摩群岛 一个名叫赫格马瑟的岛上的船务工作 祂的妻子 阿尔贝蒂娜和孩子们 都住在瑞典本土 每两个星期 奥斯卡会在星期六 划船回家 度过周末 然后在星期天晚上 返回赫格马瑟 在赫格马瑟的时候 有一天 他听到两位美国传教士 在宣讲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 奥斯卡觉得 他所听到的是纯正的真理 他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乐 下一次回家时 奥斯卡兴奋地告诉阿尔贝蒂娜 关于传教士的事情 他说 他相信他们的教导 奥斯卡请他阅读 他们所送的小册子 还对阿尔贝蒂娜说 他认为他们将来的孩子 都不应该在婴儿时期受洗 阿尔贝蒂娜很生气 就把小册子丢到垃圾堆里 在奥斯卡星期天晚上 返回工作岗位之前 他们两人没再多说什么话 奥斯卡一离开 阿尔贝蒂娜就把那些小册子捡回来 他仔细比对其中的教义 与自己破旧的圣经中的教导 赫然觉得 小册子的信息是真实的 奥斯卡下一次回家时 阿尔贝蒂娜热情地欢迎他 以及他带回家的那本《摩尔门经》 阿尔贝蒂娜迫不及待地阅读 并再次与圣经中的教义比对 他和奥斯卡一样 看出其中纯正的真理 并充满无法言喻的喜乐 奥斯卡、阿尔贝蒂娜和孩子们 搬到赫格玛瑟 为了能靠近那里 为数不多的教会成员 1916年 在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受洗后一周 奥斯卡被召唤为 赫格玛瑟的小组领袖 就像许多归信者一样 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 因为新信仰而面对诸多批评 当地的农夫拒绝卖牛奶给他们 所以奥斯卡每天划船穿过峡湾 像一位更乐于包容的农夫买牛奶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 赫格玛瑟的教会成员人数增加 一部分原因是阿尔贝蒂娜有力的见证 和火热的传教热忱 他们的小组变成分会时 奥斯卡被召唤为分会会长 赫格玛瑟分会的成员 受到岛上居民的尊敬 这里是他们的摩尔门水流 他们在这里渐渐认识他们的救赎主 这些年来 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遵守他们的洗礼圣约 而耶稣基督的能力改变了他们 他们渴望定立更多的圣约 接受圣殿祝福 为了获得这些祝福 他们在1949年 从家乡瑞典 永久移民到盐湖城 奥斯卡在赫格玛瑟担任教会成员的领袖 长达33年 消化甘油和细枣土混合后 使细枣土炸药变得有价值 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会结合后 其价值无与伦比 神的先知召唤指派并派遣传教士到瑞典去 因此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听到了复兴的福音 传教士透过神圣的委派教导基督的福音 并借着圣子权柄 为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施洗成为教会成员 成为教会成员后 奥斯卡和阿尔贝蒂娜继续学习成长 并为人服务 他们成为后期圣徒 因为他们遵守所立的圣约 就组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为我的教会 因为他以委派这个教会完成他的目的 去宣讲他的福音 提供他的教义和圣约 帮助我们能透过他的能力 称义和圣化 没有他的教会就没有权利 没有奉主名宣讲启示的真理 没有教仪或圣约 没有神性能力的显示 没有改变成为神 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神为他儿女所准备的计划也就落空了 本福音期的教会是他计划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要邀请各位使至对救主 他的福音和他的教会更全心投入 当你们这样做时 就会发现救主的福音和他的教会结合后 能将力量带入你们的生活中 那力量远胜过细枣吐撒药的威力 那力量能粉碎横煮在你路上的石头 使你转变成神国的继承者 你们会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和十足荣耀的喜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1843年6月1日 阿迪生普瑞特离开了伊伊诺州纳府 到夏威夷群岛宣讲福音 并留下了他的妻子路易莎巴恩斯普瑞特 负责照顾他们年幼的孩子 在纳府的迫害家具 已至圣徒被迫离开 以及后来他们在冬季营 预备迁移到岩湖谷时 路易莎要面临展开旅途与否的抉择 留下等候阿迪生归来 本来应该会比独自上路来得容易 他两次都向先知百汉阳寻求指引 而他则鼓励他出发 尽管困难重重 他自己也不太愿意 但他每次还是成功完成旅程 起初路易莎觉得旅行甚是无趣 不过他很快就开始乐见绿油油的大草原 色彩缤纷的野花 以及河岸两旁散步的小块土地 他记录着我心中的郁闷逐渐散去 我成了整个队伍中最快乐的妇人 路易莎的故事深深鼓舞了我 我欣赏他甘愿放下个人偏好 并有能力去信赖神 还有运用信心如何帮助了他 以不同眼光去看待自身处境 他提醒了我 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他都照顾着我们 而比起信赖任何其他人或事 我们更可以信赖他 神信任我们能做出许多重要决定 而他则要求我们在一切事上信赖他 当我们的判断或舆论 有别于他对他儿女的旨意时 此事尤其困难 有人主张我们应重新划出 对与错之间的界限 因为他们说真理是相对的 现实是可自行定义的 又或是神实在太慷慨 他并不真的在乎我们的所作所为 学习辨别神的真理可能很有挑战性 所以记住对与错之间的界限 并非由我们来定义 会很有帮助 神已经基于永恒真理 为我们的益处和祝福 而亲自设下这些界限 对神的永恒真理做出改动的可求历史悠久 这种渴望始于太初之前 当时撒旦反对神的计划 自私地寻求破坏人类的选择权 谢雷、尼赫和科利河等人追随着这套模式 争辩说信心是愚蠢的 岂是无关紧要 而我们无论想做什么都是对的 可悲的是 从神的真理如此偏离 很多时候都造成极大的忧伤 尽管有些事可视情况而定 但并非所有事情皆然 罗素纳尔逊会长始终如一地教导 神救世的真理是绝对而独立的 且是由神亲自定义的 我们选择信赖谁 是人生的一大重要决定 并要冥亡指示祂的人民 相信神 相信祂是存在的 相信祂有完全的智慧 相信世人无法理解主所理解的万事 幸运的是我们有经文和活着先知的指引 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真理 在有需要时 神会经由祂的先知 对我们所知以外的事有所澄清 在我们寻求了解自己 未能完全体会的真理时 祂也会经由圣灵去回应我们恳切的祈祷 尼尔安德森长老从前曾教导 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个人观点刚开始与主的先知的教导不同 我们不应该惊讶 这些是学习的时刻 是谦卑的时刻 也是我们跪下来祈祷的时刻 我们凭着信心向前进 信赖主 并且知道随着时间过去 我们会从天父那里获得更多明确的属灵知识 无论何时都很有帮助的事 记住阿尔玛的教导 就是神的话会按照我们对其所付出的注意力和努力而赐予 我们若听从神的话就会获得更多 我们若忽视祂的忠故 所获得的便会越来越少 直到一无所有 这种知识上的流失并不代表真理是错的 相反 这表示我们丧失了理解真理的能力 在加百农 救主给予了关于祂身份与使命的教导 许多人都觉得难以听尽祂说的话 以致他们背过身去 不再和他们同行 他们为何要离开呢 因为他们不喜欢祂说的话 他们信赖自己的判断 并因此而离开 自己放弃的本来若留下来 便会得到的祝福 我们的骄傲很容易介入到我们和永恒真理之间 我们不明白可以停下 让情绪安定下来 然后再选择如何回应 救主敦促我们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祂 不要怀疑 不要惧怕 我们专注于救主时 我们的信心便会开始胜过我们的疑虑 正如狄特乌西多长老曾鼓励我们这么做 请你在怀疑自己的信仰前先质疑自己的疑虑 我们绝不可让怀疑禁锢自己 使我们得不到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神圣之爱 平安和恩赐 正当那些门徒那天从救主身旁离开时 救主便问十二使徒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回答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这些使徒和那些离去的门徒住在同一个世界 也面对着相同的社交压力 但他们这一刻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并信赖神 因而保有神赐给留下的人的祝福 也许你跟我一样 有时候在此一选择上也陷于两难 当我们觉得难以明白或接受神的旨意时 只要记得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祂都爱我们现在的样子 就会让人安心 祂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 如果我们向祂伸手 祂就会协助我们 尽管向祂伸手可能很困难 不过就像救主对那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说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那样 我们也可以在困境中放声呼求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尼尔麦四位长老从前曾教导 意志上的顺从 是我们唯一必须奉献于神祭坛前的个人事物 怪不得汴阳敏王如此 切望祂的人民变得像小孩一样 顺从 温顺 谦卑 有耐心 充满爱心 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家住于祂的一切 就像小孩顺从祂父亲一样 一如往常 救主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 祂心情沉重 且了解自己必须完成的痛苦事工 却顺从了祂父的旨意 完成祂作为弥赛亚的使命 并为你我带来了永恒的应许 选择顺从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门徒身份的核心中的一种信心的表现 当我们做出那项选择 便会发现我们的选择权并未被削弱 反而更应有圣灵的同在作为酬赏而扩大 而圣灵会带来我们在其他地方 无法找到的目的喜乐平安和希望 几个月前 一位支联会会长和我拜访的 他支联会里的一位姐妹 和他成年的年轻儿子 在教会外艰苦而无情的道路上 流离多年以后 他回来了 在拜访中 我们问他为什么会回来 他说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而我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 然后我就问他 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有何得着 他感慨地分享 他了解到自己需要一直来教会 直到能打破不来的习惯 而且也需要留下来 直到自己真的想留在这里 他的归来并不容易 但当他对父的计划运用信心时 他感觉到圣灵回来了 接着他补充到 我自己了解到神是良善的 而他的道路比我的更好 我为神及我们永恒的父做见证 他爱我们 也要为他的儿子及拯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们了解我们的伤痛和挑战 他们永不会抛弃我们 且完全知道如何救助我们 只要我们信赖他们更胜于其他人或事 就可以放心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的天父渴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 你是否了解你在前生的时候 天父就为你们在城市的生活 而让你们做好准备 罗素纳训会长对青少年教导说 我们的天父为着最后阶段保留他最高贵的灵 也许是他最精良的团队 我们已被保留到此后期时代 因此学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好牧人 并且认识他的羊群 而羊群也认识他的牧人 因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他一向呼召我们 也利用我们 他平凡的仆人来协助 带领他的儿女到他那里去 不久之前 我和一位支联会会长拜访了当地社区的一些教会成员 在完成我们安排好的探访后 那位支联会会长问我 我们是否可以额外探访一个家庭 他觉得我们应该与他们交谈 我们敲了门 而开门的是一位姐妹 她看着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把手指指向支联会会长 而她叫着她的名字 跟她打招呼 她一听到 而见到她 就甚感欢欣 他们在门口站着 互相拥抱 一起哭了起来 我们的拜访 以此定调 我们并不知道 这位姐妹前一天才接受过化疗 她感到虚弱 而无法照顾她成年的儿子 于是我就协助那位支联会会长 替她儿子穿上衣服 然后我们把她扶到轮椅上 我们为她吃了支会里 另外一个可爱的姐妹 稍早带来的食物 也帮忙做了其他的家务 在离开他们家之前 我们得以向他们给予祝福 在这次拜访中 唯一在我脑海中浮现的 就是对耶稣基督深爱他们的确证 他了解他们 并对他们独特处境 有切夫之痛 此次拜访 全程几乎寂静无声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做长篇的讲道或分享我们最爱的经文 不过主把他的灵 丰盛地赐给我们 你的天父在这时候差遣 你来到这里一大原因 是要让你得以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 宣讲我的福音 教导我们 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应当避免互相比较 你的灵性能力是独特的 属于个人 且与生俱来的 而你的天父想要帮助你 培养这些能力 总会有人 可以让你去帮助 感受到你天父的爱 你的潜能是神圣的 尽管为了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 获得成功而准备好自己 无疑是很重要 不过你人生至关重要的 其中一项使命 却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并听从来自圣灵的灵感 当你这么做时 神就会祝福你的生活 祂会祝福你现在或未来的家庭 也会祝福你所遇到 祂的那些儿女的生活 我们活在充满大好机会的时代 即使我们面对许多困难 我知道这些困难的部分原因 是要让我们能帮助他人 感受到天父的爱 纳尔逊会长曾教导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将看到救主能力的最伟大显现 那将会是世人前所未见 我们很荣幸能看顾那些需要援手 拥抱 感到安慰 或者是只想我们静静陪着他们的人 如果我们能协助减轻他们的重担 那哪怕只有片刻也好 那么我们将得以看到救主 在他们的生活中彰显大能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后期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产生正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容貌上反映出我们的喜悦之情 而我们以充满爱的话语和善举 来分享这种喜悦 让我们当个好灵人 好雇主和好员工 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努力 当个好基督徒 主已复兴了他的福音和必要的教义 好使天父的儿女能够拥有一切 使我们与他紧密相连的应许 让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 每天挑战中帮助他们 来记得要协助他们与天父 定立并遵守这些神圣承诺 好让他得以因此而向他们 应许今生和永恒中最丰盛的祝福 这些应许得以成就 全靠耶稣基督的福音 和他圣职全要的复兴 换句话说 我们能帮助他人留在圣月的道路上 我们有些人不时会偏离那条道路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 对我们的天父而言 我们总有回头的机会 即使我们的路途不尽完美 救主也一直提醒我们 每当我们真心悔改 并请求宽恕 我们就会得到宽恕 撒旦今天其中一项狡猾的伎俩 就是让我们觉得并相信自己无法改变 或不再有希望 这种有害的想法导致我们许多人都放弃尝试 而我们的爱 鼓励和支持的言语 时间和协助 这正是能够为一个人带来足够的希望 愿意再试一次 也许你在想 好吧 可是谁来施助我呢 我们前去造福弟兄姐妹的生活时 所收集的见证 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 充满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这些见证会使我们自己振作起来 愿意再试一次 圣灵会救活我们 并帮助我们更新见证 从而让我们每一个 我们在个人的困境和考验中继续前进 每当我们寻求造福他人的生活 主就会更怜悯我们 他会在生活中巩固并帮助我们 请记住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他了解你这个人 他知道为了帮助神的儿女 而要履行召唤并把一些事情抛在身后 是怎么一回事 要你相信他且不怀疑 他就有能力在所有的事上祝福你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宣告 在一位圣职领袖感到受灵启发 让我们去拜访一对 并不在我们日程上的母子的那一天 神知道他们需要我们 到最后 受到失注的却是我 在那一天 我蒙得有关救主 对我们的爱最伟大的一刻 我要见证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他活着 他的生与死 都是为了你和我 而他也为了你而我而复活 使我们能期盼在高容国度中 满怀喜悦 与那些已经在满子另外一边的人 团聚 我知道他完全了解你和我 他了解我们每个艰难的时刻 也有能力在我们 感觉最脆弱的那些时刻中帮助我们 我知道主 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天父 曾向约瑟斯密显现 从而在这个时代复兴福音 我知道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纳训会长 是主的先知 我要为此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所有的演讲者 也感谢圣殿广场大会班 大会堂唱诗班提供优美的音乐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 神的恩惠慈爱 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 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礼 达林乌克斯会长 在他演讲之后 在他演讲之后 唱诗班会献唱 教我走在光明里 来结束本场大会 接着由七十元 以撒莫里森长老 做避会祈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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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ill I take my strength to bear me kindly, till I reach the promised land. I take my strength to bear me kindly, till I reach the promised land. I take my strength to bear me kindly, till I reach the promised land. This year, million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gospel study plan. 今年,有数百万人应来跟从我这项福音研读计划而深受启发。 这项计划以救主的这项邀请来命名,跟从基督并不是草率随便或偶尔为之的行为,而是要不断承诺随时随地奉为归虐的生活方式。 他的教导和榜样阳明了每位耶稣基督门徒应当走的道路。 所有的人都受邀请,因为他邀请所有的人归向他,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 跟从基督的第一步是服从他所定义为律法上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神的诫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引及稳定的力量。 我们今生的经验就像小男孩和他的父亲在风大的日子里放风筝一样。 随着风筝越升越高,风力使他脱异着小男孩手中的连接线。 他在应对大自然的风力上毫无经验,便提议把线剪断,好让风筝可以升得更高。 他锐智的父亲劝他不要这样做,并解释说这条线能在狂风吹袭时将风筝稳稳托住。 如果我们抓不住线,风筝就不会升得更高,反而会被风吹走,无可避免地坠落到地面上。 那条至关重要的线代表圣约,使我们与神,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 只要我们借着遵守他们的诫命,遵循他们的救赎计划来推崇这些圣约, 他们所应许的祝福会让我们有能力飞升至高荣境地。 《摩尔门经》中常见基督是世界的光,这项宣告。 复活的主向尼斐人显现时,他说明了这项教导,告诉他们, 我已为你们做的榜样。 看啊,我就是你们要举起的光,那就是你们见我所做的事。 他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借着研读经文和遵从先知的教导, 来学习他所说所做的事,正如罗素纳尔逊会长敦促我们去做的那样。 在圣参教仪中,我们每个安息日都立约要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 在《摩尔门经》中,主赐给我们他所谓基督的教义这几项基本原则, 即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 接受圣灵的恩赐, 持守到底, 和变得像小孩一样。 这意味着要信赖主,顺从他所要求的一切。 主的诫命分为两种, 一种是永久的,像是基督的教义, 另一种是暂时的。 暂时的诫命是为满足主的教会或忠信者在暂时情况下的需求。 一旦需求不在,就可搁置一旁。 主指示早期教会领袖将圣徒从纽约州迁往厄亥州, 密苏里州,伊利诺州, 最后带领先驱者西迁到西部山区, 就是暂时性诫命的一个例子。 虽然只是暂时的, 但当这些诫命仍然有效时, 就必须遵守。 有些永久的诫命需要成员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学会遵守。 例如,朗卓书会长在著名的《十一奉献律法讲道》中, 强调了最早适与教会成员, 但大家仍没有遵守的一项诫命。 就当时教会及其成员所面临的情况而言, 需要再次强调这项诫命。 由于后期圣徒或教会所面临的情况, 目前需要再次强调的例子也更多。 这些包括一个世代以前由戈登辛格莱会长所发布的家庭文告, 以及罗素纳尔逊会长最近呼吁要以受启示的名称, 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称呼教会。 我们救主的另一项教导似乎有必要在今日的情况中再次强调, 今日这时代在公共传播中, 有时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都会出现许多尖酸刻薄和商人的言语, 在公共政策议题上的尖锐分歧往往导致在公共和个人关系中的敌意, 甚至仇恨的行为。 这种敌对的态度有时甚至会瘫痪在重要议题上的立法能力。 而对这些议题, 大多数公民都认为急需采取一些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 在这个充斥负面沟通的时代, 基督的信徒应该教导什么,做些什么呢? 他的教导和榜样为何? 避免纷争是耶稣向尼菲人显现时教导的首要原则之一, 这点意义重大。 虽然他是以宗教教义纷争为背景来教导这一点, 但他提出的理由显然也适用于政治、 公共政策和家庭关系中的沟通和关系。 耶稣教导说, 凡具有纷争之灵的, 不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魔鬼的。 魔鬼是纷争之父, 他煽动人心彼此狭怒纷争。 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 这不是我的教义, 而这是我的教义, 就是要消除这些事, 这种事。 耶稣在尼斐人中施筑的其余教导里, 分享了与他禁止纷争密切相关的其他诫命。 我们从圣经得知, 他曾在伟大的山上保训中逐一教导过这些诫命, 所使用的字句通常与他后来对尼斐人所用的完全一样。 我会引用大家熟悉的圣经语句, 要爱你们的仇敌, 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善待恨你们的人, 为轻蔑地利用你们, 并迫害你们的人, 祷告。 这是基督最著名的诫命之一, 最具有革命性且最难以遵守的诫命。 然而, 这是他邀请所有人跟从他的最基本部分。 正如大卫奥麦基会长所教导的, 要显示出对神的爱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向同胞显示出无私的爱。 以下是身为我们典范的基督所做的另一项基本教导。 所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使人和睦的人。 如果基督的信徒能在他们所有的沟通中, 摒弃尖酸刻薄和伤人的言语, 这将会对人际关系造成多大的改变。 在去年的总会大会, 罗素纳尔逊会长给我们这些挑战, 找出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就是看看一个人对待他人时有多少同情心。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是使人和睦的人。 我们敬重救主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纷争是一种选择, 使人和睦也是一种选择。 你有选择权来选择纷争或和好, 我要敦促大家, 现在和将来都一直选择使人和睦。 潜在的敌对各方应该先找出 大家都同意的共同点。 为要效法我们的完美典范和他的先知, 我们必须实践众所周知的金科玉律。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待人, 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我们需要爱所有的人, 并为他们做有益的事。 我们需要避免纷争, 并在所有的沟通中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这并非意味着要放弃我们的原则和优先顺序, 而是要停止因他人的原则和优先顺序而严厉攻击他人。 这正是我们的完美典范在他的传道师柱中所做的。 这是他邀请我们跟从他时, 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在四年前的总会大会中, 纳尔逊会长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项先知的挑战。 你是否愿意让神在你生活中得胜呢? 你是否愿意让神成为你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力呢? 你是否愿意让祂的话语, 祂的诫命和祂的圣约影响你每天的行为呢? 你是否愿意割下其他声音, 先听祂的声音呢? 身为基督的信徒, 我们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并为祂做见证。 祂是我们完美的典范, 因此让我们借着摒弃纷争来跟从祂。 当我们在公开行动上奉行自己喜好的政策时, 让我们运用与人和睦的言语和方法, 使我们有资格获得祂的祝福。 在我们的家庭和其他个人关系中, 让我们避开严苛和充满仇恨的事, 让我们努力成为圣洁, 让我们像我们的救主一样, 我奉祂的圣名做见证, 并恳求祂的祝福, 帮助我们成为圣徒,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YK Teach me to pray to my Father above, teach me to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right, teach me, teach me to walk in the light. Teach me to pray to my Father above, teach me to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right, teach me to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right, teach me to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righ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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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稣基督后级圣徒教会 第19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星期六成间大会转播 演讲者皆选自教会领袖 音乐由圣殿广场大卫堂唱诗班提供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